殘破屋檐 外墙磁砖破損 往屋内一看 墙壁斑驳还有臂癌 天花板更是一整片熏黑 客厅房间 厨房甚至地震也都脱落 不过这间中古屋开架却让网友惊呆了 临近新北大都会公园巷弄内旁 近60年的中古屋开架 1880万21.13平 换算下来单平近9字头 已经相当于当地新宠物的价格 看看附近当地新案 近一年成交价格约落在八九字头 只不过这样的屋况求售 登上卖房社团也立刻印发讨论 有人说这是恶林古堡场景吧 还有了好奇问 上星期1580万 过一星期多了300万 甚至有网友留言 光是装修费就要花费500万 拜一生那个神明 然后就差不多天天在烧精子这样子 如果我是会考虑 那个如果有别的其他的宗教信仰没有考虑的话 可能是OK 可是那个也可以把它整理之后租给人家 如果以旧屋翻新装潢 一般行情价来计算 一瓶约落在12至16万 21瓶就要300多万 等于买下这间装骨花费超过2000万 不过感叹出高于市场行情价 关键就在都更效益 房屋未经整理做出售 就看买家是否愿意买单 不过房子还没卖出 就已经在网路掀起一片讨论 似乎看得出房市话题已就很热 东森财机新闻 沈玉团臭小气的西北报道 莫名其妙的打房的方案 导致我必须要在一个礼拜内 凑出莫名其妙的540万 看着自己新房 语气没有期待 只有愤慨 这是因为 石先生在三年前 买了人生第二间房 预售屋总价2700万 缴了开工款工程款 共540万 剩下8成向银行贷款 但今年6月中 央行打炒房 把第二户贷款陈述 限缩到6成 导致石先生必须在 极短时间内 筹出另外540万 乘坐对保的窗口 无限的延后 延后到你有可能会违约的时候 你就不得不再筹出这些钱 三年前从没想过会有这插曲 但要是凑不出钱 被断头亏得更多 只好到处签保单 借信贷 利率最高超过6% 对于一般正常的家庭来说 你一个礼拜拿得出 这540万吗 我们是买第二屋 不是买第二十屋 保证到处都是纠纷 离婚 或者是运作上面的问题 甚至是我自己生病 我都不敢去开刀 其实不少预售物买家 都会遇到这样的窘境 几年前签约时 以为能带到七八成 但交屋钱财突然被告知 只能带六成 那除了找信贷 余会 农会 还有什么其他解套方式吗 小房换大房 重购退税 不但可以拿回房地合一税 也能避免违约 也有人会利用房屋增贷周转 透过现有房产做担保 补足贷款差额 你也是必须要先筹出你的现金部位 先来买到这个房子 你才有办法把旧的房子卖掉 其实做增贷的动作是可以的 但是只是说银行会限定你的使用用途 银行会禁止你去拿第一屋的增贷 去作为购置第二房的一个现金部位 去做使用 只是要留意 要是被发现增贷买新房 可是会被追回资金 整幅打炒房虽是美意 但没有做好配套措施 连锁效应发酵下 民怨恐怕只会更多 东西人李安静 林荣台北采访报导 金黄鸡排躺在铁板上 立刀分切 牛肉淋上黑胡椒酱拌洋葱 一大盘快速满足 中午时间聚集的满满上班族 再快一点 酥炸鸡块 低瓜薯条一分钟解决 想吃大的也有精致客家菜 金沙豆腐 浮夸茶壶 石头火锅汤体 吃海陆全餐 但这里主打的重点 通通不是这些 而是满山满谷的书 为了因应人流 书店大改造 而且这里设计很特别 跟着我走一圈就知道 从书中进入走出一个回字形 书店面积缩小 让大量餐厅包围 连锁书店在北车首开800平大店 一改过去优雅慢节奏 因为这里多数是忙碌的上班族 和赶车旅客 配合Time is money 进出餐厅要嘛是初餐速度快 就是合适商业聚餐的大店 数据格式也不同 进去第一排马上看到 每周必读数据 一拿就走 凭高流量商机 有三节共购嘛 有高铁台铁还有捷运 然后这边人潮都会很有 是运气到现在的话 翻桌率有比其他家还多了一层 大平书进郡 毕竟这里可是兵家必争之地 除了200公尺 有星光三越 地下两层美食街 再走10分钟 马上迎战金镇广场 50个餐饮品牌 对面还有台北车站二楼整圈餐厅广场 区域假日流量可达9796万人 北车这边这里的美食选择太多了 所以就是如果正好在 像是吃饭的时间来的话 会很难做一个选择 我们今天有 另外其他的那个水电的厂商 他们就在这边吃 稳居全台最大捷运站点台北车站 拥有大量旅客少班族 高流动率下慢生活书店 也得适应环境 改用快功 强劲商权一级战场 米白色墙面独栋两层楼透天 这栋位在高雄乌龄15年的农舍 二楼是铁皮加盖 总共41.25平 开价将近7千万 换算单平就要169万 实在惊呆不止房价越来越贵 房子也越买越小 因为几乎有三分之一 都不是属于自己的 但是你又要付钱 它当然是越盖越小 大家依照法规 就只能越买越小 根据统计今年第一季 全国平均购物面积剩31平 比起十年前减少了7.9% 其中高雄市缩水最多 跟2015年相比 整整少了8.1平 等于说少了一间 带有卫浴的小套房 而台北台南平数 也都减少3到4平 因为台积电几年前 宣布到高雄设厂 所以掀起了高雄房价 大幅度的飙涨 因为房价涨得太快 所以高雄人 从过去习惯购买的 三房四房 退到去买两房 或者是小三房 房市热道报 19号央行 也将召开理监事会 针对房市控管 也寄出三种剧本 第一是管制措施不变 紧盯银行自主降温 第二则是再度调升存准率 紧缩市场资金 而杀手键是寄出 第七波房市管制 像是扩大特定地区管制范围 以及贷款陈述和宽限期 因为央行在深准的 这个做法上面来说 确实有效地回收了 市场上资金 所以让整个股市跟房市 都动能上面来说 是相对是比较欠缺的 自然而然在带动上面 就会比较没有那么明显 毕竟近期六都买卖移转动数 房贷余额年增率 大台北房价指数等五大指标 都是明显上升 这是礼监市会议 也让外界预期 央行可能会再次出手 东森财新闻中文君 文案平特别报道 对方就会问一下 你带到了吗 就是因为房贷面临 即将要有满水位的问题 很多民众就会担心 自己无法升贷成功 就有不肖人士 可能会利用民众这样子 急迫升贷的心理 告诉你充高房贷的额度 就可以来升贷比较顺利 那这就衍生出这个 急求房贷的芯片数 到底怎么样呢 可能这个炒房团 就会告诉你来签这个AB约 首先假设你的房子总价 是1000万 照理来说 你可以带到八成来到800万 可是你的假合约 它会告诉你写上1250万 所以你带八成的话 就会是1000万 既然他告诉你 你的升贷时间比较长 不如你多带一些吧 但对于买方来说 好像看起来没有什么缺点 因为你真实的买价不变 还可以多出200万的现金 可以来利用 可以来当补足你前面 不够的投期款 或者是来因应每个月 后续的房贷 可是对于这些炒房团人来说 只要他顺利出托手上的房产 就有可能会带动这个房价 不正当地飙涨 不过说要特别小心了 做高房价向银行抄贷 可能就会吃伤官司 可能会触犯这个刑法 比如说使公务员登载不实 或是伪造文书 以及诈欺罪 不过我们刚刚有讲到 房贷面临满水位 虽然现在各个银行业者 都告诉大家说 他们现在还是有这个房贷 余额可以来升贷的 但是他都会告诉你 他们有一些理由 比如说像是 他会按照时辰来拨款 依序拨款严核时间比较长 或者是额度有限 通通都是要告诉你 他们延长核款时间 甚至远东银行直接 已经告诉大家了 他现在排队拨款 已经要等到明年1月了 那这样是因为 这样子的现代令 已经影响到了中古屋的房市 比如说8月来看 这个中古屋的房市 从贷看量或者是成交量 已经掉了三成以上 就是因为这个中古屋 它不像预售屋有建商 可以背书 让银行愿意提供 预售案整批分户贷款的 这个优势 所以现在中古屋就面临了 这个想卖也卖不掉的 这个状况 导致接下来 中古屋的房价可能会松动 所以房产专家也告诉大家了 现在可能是你 溢价的好时机了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房地产网红帅过头 他就告诉大家 现在节约现象频发 导致这个城屋的交易量 出现了紧缩的状况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月 涌进房屋它紧缩了23% 中性也减了16% 很明显8月它的买气 是降温的状况 当然除了民众求代无门的状况 也是因为刚好民俗月 所以大家看房的意愿比较低 不过他也提醒大家 如果你是首购族的话 真的不要害怕 你就勇敢上车吧 为什么呢 因为主管机关一直告诉大家 优先放贷的三大族群 就是首购 自助 还有乙盒贷的人 所以他也提醒大家 如果他也说 如果你想要升贷 比较顺利的话 其实是有小博博的 比如说因为商业银行 会受到这个贷款 30%水位的规范限制 所以你就可以来找这个 非商业银行 比如说像是台英土营 或是农渔会 都可以来多加询问 另外刚刚有提到 对于换屋族来说 可能你升贷就会没那么容易 所以你就可以采取这个 先卖后买的策略 避开你现在拥有 第二屋认定的这个争议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民众如果想要升贷 是比较麻烦的状况 但是其实房贷率跟着上涨 但是升贷率却没有因此下降 就是因为这个新清安 还是非常的刺激房市的买气 以上就是我们的最新清新 再把时间还给小韩 谢谢大家 有点 你们我们